Hello大家好,我是时光 昨天攻推的阿斯纳VS曼城 小球是红了 全场两支进攻型的球队 都以防守反击为主 射门次数远小于平均值 小球是稳稳收下了 尸子头又黑了 本来以为是酱油价多了 现在不得不反思,是不是过糊了 这个联赛期的确需要反思 最近几天 觉得以往的路数明显被针对 常常一边倒的黑 甚至已经有朋友买来 狮子头反着下 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意识上 走在我前面 我只能说一句牛逼啊 今天的狮子头是南美的比赛为主 预计是七点左右发 好在国际赛来了 欧洲杯的预选赛和世界杯的预选赛 我都能回回血 国际赛呢我是比较自信的 无论是欧洲杯还是世界杯的预选赛 其实庄家的影响因素 都要远大于联赛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以往国际赛期间 更加稳定的原因 在这个舒适期间 我们也会好好反思联赛体系 争取走得更远 争取对得起信任我的朋友 今天的公推带来一场英甲联赛 导吨爱尔宾VS建桥连 亚洲机构把客队加0.25球的开到了0.82 这个属实是开的越来越高了 常规值应该是个平手盘 而且呢 英甲和英冠这种联赛一直是进球数比较偏低的 平局率是比较高 所以说加0.25球的系数 一直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预计这个盘口 临盘呢会变为平手盘 此时下注客队是有利可图的 本场主推 剑桥连 加0.25球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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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